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5日星期五 北水昨天有很大量的流出 不過我想今天又會有大量的流入 最主要就是美國減息度的影響 今天的版塊很多都升了 很簡單 特別是保險業、地產、運動體這些 石油的天然氣都升了很多 最主要是升了2% 這裏只跌了0.7% 我們再看看這行業版塊裏 保險今日排頭位 昨天是排第10 整體去到今天11點左右 升了2.1% 地產升了今天排第2 之前是昨天排第17位 地產之所以升因為減息的影響 第三排的是半導體 昨天排第19位 半導體的升是因為感覺到減息會利於投資 汽車是因為賣車零然好 天氣和石油氣 因為最主要有個別的股票方面 比較上面是刺激到的 我們來看看 中國平安今日和中國人售都升了3% 所有保險股都升了這麼多 好了 再次地產股 有些很細的泰和控股 它是斗嶺的價格 升一個先已經升了30幾% 其他全部都是怎樣呢 都是很細的股票的話 它動就升了多些 中間比較大一點的就是貝殼 貝殼是造成房地產中介的 國內的 就是覺得它可以做好 半導體方面 真正的很多這些中心國際等等 是否有大值 是否有升 很簡單 因為它的發展資金成本 是比較少了 汽車方面 都是一些小的汽車股 這些 就升了多些 其他大的那些 都是一個普通的表現 這個是石油天氣方面 最主要的就是因為 這些勝利管道 這些小A的東西 它升得多 想大動到 如果是比較大的 像山東麥龍 這些東西 始終還是有到一個憲制 其實整體的天然及石油氣的版塊裡面 升幅不是真正那麼大的 如果我們看看 中石油 這個個別股票方面 就是ATM股 升得比較多 保險股也有上升 營賦基金比較多 資金追入今天 昨天被資金沽出 這些都是北水的 一升一跌的影響 港交所升了4% 是值得留意的 是不是代表了資金再回潮 來賣入港股呢 因為港交所很多時候 都是在大涉升之前的 一個可以說是先行指標 好了 我們看看市方面 過了幾天都說 大家需要留意 那個是指數 會不會升穿這個位置 是165 那今天來講應該是升穿了 挑戰中風力的通道的中軸 那下個星期一 不排除 會有少少回吐 希望回吐的時候 還要守著升165 因為今天最低 是開起 這個是166 就是 差不多是開起167 落回來166 再升回到這裏 那希望呢 下個星期一 或者下個星期 守得到 就跟著再上挑戰 這個位置 是181 那短期支持位呢 應該就在這個 這個水平左右 這些水平呢 我們看回 最低位的這個 哎呀 這個 低位這個呢 就是159 當它是1 最低位159 收起162 因此 你當它是160 這裏是有的支持 這個 最低位 是161 這個最低位 也都是161 那你給低一點 就當是160 有支持 那跟著 就可以在這裏 站穩這裏 就上升是188 的了 應該是188 181 29 好了 我們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 可以留意 第一次可以留意的是 是經能清潔能源